会人好端端过马路 却被轿车告诉撞飞倒地 当场就没有生命迹象 警校货报立刻赶到现场 赶紧将他抬上担架 一边CPR一边送上救护车送医 但看看事发现场满地大片血迹 后方还拖着长长的轮胎痕 可以想见撞击力道有多大 而轿车的驾驶完全没有停下车来 把车开到这处海边之后 人下车就不见踪影 只设下了沙滩上被人发现 有他的足迹 车祸意外就发生在澎湖马公地区 招式驾驶在高速撞死老妇人逃逸之后 还在网路上po文 只说爸妈对不起亏欠的是你们 下辈子绝对不再傻了 之后人就消失没有踪影 最后警犯和他的亲友 费了好一番功夫找到人 才总算让大家松了一口气 男子自知闯下大祸 开车到海边汽车逃逸 好在他没有理智断线巡短 而尽管他的亲友都松了一口气 但他开车肇事还没逃逸 现在该负的法律责任 想逃也逃不了 记者严玉龙澎湖报道